總是個複雜的劇本 不改變 生命的單純 不管走過多遠的旅程 真的喜歡畫畫 所有的曲子經他的改編 都變得那麼碰你的心 他唱《周杰倫》 就是為什麼你總打我媽媽 他實際上一直在唱的一句 我就一直在哭 然後不停地聽他打他媽媽 我覺得他是一個特別清楚 他到底要表現的是什麼 把他準確地、徹底地 打給你、摔給你 去年我因為年多沒有幹活 我就開始想學點什麼 我先想 我退休學學鋼琴挺好的 我剛學會兩支手 我秀一下 如果我要是彈不好 必須這咕嚕掐了 堅決不能播啊 聽見嗎 能不能不拍我的手啊 因為我那指法 會覺得你太陋怯了 這就叫開口黑了 這就叫開口黑了 好吧 好吧 本來我都非常非常擔心我自己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並不懂音樂 我是不是可以做這個 做這件事兒 後來我發現 什麼叫懂啊 中間有一個地方的彈奏 其實每個人都生活在有音樂的世界裡 有的人是負責把那些東西組織起來 然後呈現給我們聽 讓我們感受 但我們沒有那個能力 組織它讓別人感受 只是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感受 對 這是我對音樂的 一部分人是 我也不那麼懂 所以無知就無畏 到年齡了 膝蓋不行 OK 蛋 有灰燒嗎 Dream It's Possible I have a ring 嗨 你還來呢 你一定死 你看也應該不好意思了 我要求賠償 經濟賠償 好嘞 現在我已經決定了 咱們倆做一個西紅柿雞蛋湯 你會做什麼 我做一個湖南的梅干菜燒五花肉 行不行啊你 你脫 這個不可能切開 你可以走開了 不要嫌的 我好像從來沒有下過廚房 笑死我了 簡直是要笑死我了你 來咱倆先碰一下 來 祝你幸福 祝我們節目成功 錄製順利 好嘞 雖然我不知道 我可以坐在那說什麼 但是有你在我邊上 我就不怕了 這是你錄的第一個 音樂類的 節目吧 對 有沒有想過曾經會錄一個這樣的節目呢 確實沒有想過錄過一個音樂節目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就完全不懂的事 是不是不應該參與 但我一想是你挺我 我想好吧 我試試 然後我想我只要真誠 只要很誠實地坐在那 真的是從心裡面 像一個媽媽那樣 斗膽發表我的真實想法就行了 我這良心說 你最喜歡的歌是誰 你馬上從腦海裡跳出三個人 花花 還有呢 毛不易 還有呢 孫燕姿 這馬屁派 真的夠了你 夠了 太夠了 好吧 正宗湖南菜 哪一年談的戀愛 最早 幾歲 十九歲初戀 初戀 這怎麼談這麼大的隱私 你們這 我這隱私賣的太多了 太狠了嗎這 太狠了 妹哥 弟弟 你想想年輕多累啊 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生孩子 不知道要嫁給誰 所有的未來都是未知 如果我現在一睜眼是十六 我也困惑 會嗎 當然 這個方面我就可以做大家 哇 我的天啊 太好吃了 謝謝 這個綜藝 一個女孩會被人阻礙 是的 肯定 可能不是一個 可能是有一群孩子 對吧 但是我有時候其實也在想這件事 這個事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很多人看這個節目是找到心理投射 覺得這個跟我很相似 但是我有一個感覺 其實有點像初戀 我覺得 就初戀是什麼 你只是在人群裡看了他那一眼 其實這個感情是非常純粹的 明白 其實它是一個美麗的情感 當你被這些人愛了的 他必須要得特別特別棒 才能不讓那些愛他的 他一回頭就尖叫的人失望 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壓力 因為我們從來不是這樣的明星 我們在成明星的時候 就是在被人認識的時候 是沒有人包裝的 但是現在的小孩他就不一樣 因為他身邊有很多人告訴他 你得怎麼樣 他們才不失望 這也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事情 當然了 就是愛與悲愛的 也非常不容易 他們不見得自己就多想競爭 他就被推在一個競爭的 氛圍裡 格局裡面 對 然後他眼看著昨天還什麼都不是的人 突然就超過他 他也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其實挺不容易的 這是一個難題 年輕的孩子 真的是挺 是個難題 很不容易 這種愛是會給你巨大的一個壓力 對 但是年輕人 沒有占權呢 是嗎 這個過程 就是他的人生 敬他們一杯 不知道是誰 誰知道 不是嗎 這是他自然的